第七集 正探盯着爪子前面还在颤动的金属片,抖抖胡子,就地趴下。 抬爪弹了弹那个金属片,心里充满惊叹,侧头看向破瓦房那边的人,又想,那个穿卫衣的花那么长时间藏好的东西,怎么可能轻易找到? 五分钟后,魏玲戴着手套的手上,拿着一个棕色玻璃罐,另一只手拿着电话。 喂,有个好消息告诉你。 我说,有个好消息。 你听见了吗? 喂? 喂? 我说你那边…… 这边刚挂断电话,电话就响起了来电影。 喂? 我说,这边有点线索。 喂? 一个地点描述和事情简述讲了十分钟,并且一遍一遍重复,正探听着都累。 正探粗略估计了一下,十分钟的时间,那人多半时候再说三个字。 喂喂,然后就是靠。 喂喂,薇玲好不容易将事情说完,解脱般将电话扔兜里。 靠,破效灵通。 看着还蹲在原地的政探,喂林点点头。 跟我走一趟吧,别向着跑,不然我去楚华大学读你。 你其实是住那边的吧,我就不信你一直不回去。 证探哑然,这次出门真他妈不顺,你先等着,我去开车。 说完,魏玲拿着罐子跑了,证探在原地等了三分钟,就看到那人沿着崎岖的石子儿路,颠颠簸簸将一辆刷粉器的女狮自行车骑过来。 这你妈就是她一个大老爷们儿开来的车。 坐自行车车拦经过石土路的过程,证探实在不想再继续回响。 一直到魏玲所说的目的地,证探赶紧跳下车,晕呼呼的差点直接栽倒在地上。 这里是一处二层小楼房,周围都是一些居民私房区,不过这片地方也在拆迁范围内。 很多房子都空了,墙上写着大大的拆字,周围悬挂着高高的广告设计牌。 高新区向外辐射扩张,这片被拆是必然。 十年内,这里会逐渐被新建起来的各个高新技术企业所覆盖。 卫玲打开门,将车推进屋,翻了翻冰箱,抓出一把牛肉粒,坐在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没管侦探。 侦探看了看周围,跳上茶几,将卫玲那边的牛肉粒拨过来,扒开外面的包装纸吃了起来。 刚才在来的路上卫玲说了,带完事就直接骑车去楚华大学那边,顺便送正探回去。 所以正探现在也不着急走,想走也走不了。 十来分钟后,门响了,一个穿着警服的人进来,看到正探,那人惊讶地对卫玲道。 你从哪儿捡的猫,我可不养,你知道的,我宁愿养狗也不养猫。 不用你养,叫别人家的,我明天给送回去。 卫玲扒开一颗牛肉粒扔进嘴里,拿出那个玻璃罐递给那人。 那人也不多说,戴着手套拿着玻璃罐去了洗浴室那边,不一会儿拿着一个小袋出来,袋子是透明的。 能够看到里面的东西,玉,钻石,金戒指。 虽然只是一个小袋,但价值可不菲。 见到那人了吗? 那人问。 卫玲摇摇头,指了指正探。 这只猫发现的。 喧,你就扯吧。 那人显然不太相信,转而道。 说说吧,还发现什么了? 电话里面听清。 你那小灵通还是换了吧,想得到时候一出中心去又联系不到人。 卫玲说了一下破瓦房那地方的情形。 周围特意撒了药,避免一些牲畜的接近,但却不会让杂草死掉。 那边附近的居民最近都忙着迁走,根本不会往那些长杂草的破房子里看。 这袋东西也得藏好。 周围的痕迹清理得也算干净,很小心。 那人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 当然不是第一次,那人手上都好几条人命了。 做这种事做得熟,也就是你能找出来,要换成我手下那帮小子。 就算让他们绕着那个破瓦房砖一整天,也不会发现一点毛。 穿警服的人弹了弹手上的袋子,想了想,将身后的一个文件夹递给卫玲。 男的? 卫玲看着手上的资料皱眉,这与他猜想得不同。 他之前一直怀疑的是几个嫌疑人里面那个唯一的女性。 局里新买的仪器册的结果,还能有假。 警服男拍了拍卫玲的肩膀。 行了,哥哥,我真谢谢你帮我找到这些罪证。 那边已经派人守着了,有什么动静,再通知你。 我说,你都退伍三年了,伤也好了,赶紧找点事干干。 别整天东跑西跑闲得到处晃悠,要进警局要开公司都行,你又不是没人卖没本钱。 胃灵点上一支烟,抬手臂枕在脑后,往沙发上痒了痒。 老案,放屁! 警服男抄起文件夹拍过去,气得也没再说这个话题,转而看向茶几上正用毛爪子剥牛肉粒包装纸的正派。 这猫还挺聪明,不过比起师父他老人家那只山猫……。 话说到一半,警服男指住,我提他干什么? 你提他干什么? 两人几乎同时出声。 一想起那只山猫看人时跟他们师父如出一辙的眼神,两人就渗得慌。 这也是为什么魏灵见到正探的各种表现,却并没有太多惊讶的原因。 搓了搓胳膊上升起的鸡皮疙瘩,魏灵踹了警服男一脚。 师兄,你该回去办公务了,这些案子够你忙活的。 也是。 警服男将东西收好,面部看似正经,但言语却显得得意洋洋。 不解决这几个案子,我都不好意思再往上升。 自恋是病,得治。 你没见报看上说吗? 自恋的人才能当领导。 拿破仑、罗斯福、斯大林、艾迪生、卡内基、洛克菲勒、福特、还有希特勒,都有一个同样的自恋心理特征。 说着,警服男吹着口哨走了,出门前补充道。 我女儿那辆自行车你别还了,到时候买辆新的赔吧,刚好他快生日,你懂的,要能折叠的那种。 正探虽然一直在拨牛肉粒,但耳朵一直支着听那两人的对话,看来这两人身份都不简单呢,还是出自同一师门。 在警服男离开后,魏灵泡了一碗方便面,抓了一把牛肉粒放茶几上,对正探道。 我去补匠,你饿的话吃牛肉粒吧,也没其他的给你吃了。 还有,最好别出门,这里可不像你之前待的地方。 知道这周围为什么没有猫狗吗? 都被那些建筑工人带回去炖了。 想吃龙虎豆的人多得很,就你那身手,也就能欺负一下小土狗。 正探哑然,在这个充满危机的片区待了一晚上,第二日,魏灵收拾了一包衣物灯,骑着自行车往楚华大学那边去。 正探再次蹲在那辆粉红女士自行车的车楼上,不过好的是接近城区后,路都比较平坦,除了风吹的难受点,其他都还好,要是排除某些人过躁的话。 从出发一直到楚华大学所在的那条街道,魏灵数落着正探各种不适。 跳跃力差,反应迟钝,听力退化得跟猪似的,有人走到旁边都不知道。 正探很想反驳,可惜没这本事,张口只能发出怪异的猫叫。 所以这一路上,行人就见到这样一幕。 一个骑着女士自行车的男人不停地说着什么,他说两句,车楼里面的猫就叫一声,一人一猫像在吵架似的。 从新技术开发区这边骑自行车到楚华大学,至少花了两个小时。 正探看魏灵也不像很累的样子。 魏灵在楚华大学附近租了个房子,他已经买房了,离楚华大学并不远。 但最近在装修,至少半年内不会往里住。 所以就先找了个地方,付了半年的租金。 上次正探见到大草坪那边的母女俩,是魏灵站友的老婆和孩子。 那站友出任务时不幸牺牲了。 魏灵一直帮着赵颖。 在退伍之后,也时常过来看看母女俩。 魏灵租的房子离东家属大院不算远。 出东校门走个五分钟就到了。 很多学生在那边租房。 魏灵到达租房的地方后,就让正探下车了。 你自己回去吧。 有空闲时间好好练练本事。 作为一只喜欢到处晃游的猫,没点本事的话,迟早出去背龙虎斗了。 我早上会去学校里面跑步,大概六七点。 你要跑的话可以加入,就这样。 说完,魏灵锁了车就上楼了。 也不管直接将猫扔在这里,会不会被人捉走。 魏灵觉得,要是这只猫这么容易被捉走的话,那也是活该。 也省得自己去费心思训练了。 正探对着周围还算熟悉,没理会来往的几个学生的叫唤,绕过他们往东校门那边走了。 那只猫好冷淡。 就是,不像前两天那只花猫还会打滚。 难道黑猫都这样? 才不呢? 我一家也是一只黑猫,何喜欢撒娇了,不像这只。 正探听着后面那几个女生的谈论,扯了扯耳朵。 他现在心情不好,还打滚,撒娇,去他牙的。 不得不承认的是,正探在翻进东家属大院的墙时,心里突然安静了很多,也平和了很多。 或许,这就叫归属感。 还没等正探感慨完,一声狗叫,让正探刚平和的内心多云转阴。 这声狗叫正探辨认得出来,一个月没听到了。 大院这边也相对平和了一个月。 正探侧头看过去,一只狗正咬着一瓶矿泉水往这边跑,后面它主人在追喊。 这只狗叫撒哈拉,无关那个有名的沙漠,这名字源于它的血脉。 听说这家伙有三种血脉,撒摩耶、哈士奇和拉布拉多。 撒哈拉面向上看,有着哈士奇的严肃表情,但偏偏又有撒摩耶往上翘的嘴角。 这两样结合起来,怎么看怎么猥琐。 他继承了拉布拉多的聪明。 但奈何,这聪明总放不到正点上。 比如现在,撒哈拉咬着他主人刚买的一瓶矿泉水到处撒欢,估计就喜欢被人追着跑。 矿泉水的塑料瓶身被撒哈拉的尖牙咬出一个孔洞,里面的水油与水压往外射。 而恰好在撒哈拉从正探身边跑过的时候喷出来。 正探来不及躲,被郑中。 莫非,果真是反应差吗? 醉魁祸首已经叼着漏水的瓶子跑远了。 正探甩了甩身上的水,还没来得及叹气,便听到翅膀煽动的声音。 身后的大院围墙上,一个蓝色身影降落。 嘴里唱着,昨天我打从你门前过,你正提着水桶往外泼,泼在我的皮鞋上,路上的行人笑呀笑呵呵。 正探突然豪想驶。 抖抖身上的水,捞起一颗石子,将那只锅造的鹦鹉赶走。 正探在藏钥匙和门禁卡的那棵树上,将东西重新带回脖子上,滑下树,往焦家那栋楼小跑着过去。 跳起来刷了门禁卡,一路跑到五楼。 由于是老楼,很多住户都保留着隔渣防盗门,焦家也是这样。 只不过,焦家的那个金属隔渣防盗门门锁坏了,而家属楼的安全性比较高,这里又是五楼,一般没人上来,所以就一直没修,有木板门足够。 隔渣防盗门靠着墙大开着,省得挡住人进出,因为有些年了,门身很多秀迹。 正探跳上金属隔渣门,在靠近门锁的地方勾住上面的隔渣,紧趴在上面,然后抬腿对着墙使力。 隔渣门带着正探朝门口靠,生锈的门轴发出割支的尖锐摩擦声。 在快靠近门锁,正探准备插钥匙的时候,门却从里面打开了。 一心昨晚借用江副教授的电脑写论文,写到快天亮时,才在沙发上睡下,直到被尿憋醒。 起来上了个厕所,迷迷糊糊的刚躺到沙发上,就听到门口的动静。 蹭着弹起来,鞋子都来不及穿,跑到门口开门。 焦老板说过,他家猫回来的时候,那个隔渣门会响的。 一心一直不明白焦老板家的猫回来,跟隔渣门响之间有什么联系。 但是在打开门的时候,他知道了,并愣在那里。 在他面前,一只黑色的猫用腿和爪子勾着隔渣上的金属条。 嘴巴里叼着一把钥匙,伴随着隔渣门门轴的咯吱声,往门锁这边靠近。 正探显然也没想到家里会有人,看着还有些熟悉。 正探在回想面前这个人到底是谁。 而一心则处于呆愣状态。 一时间,一人一猫对着等。 最后,还是正探先想起来面前这人的身份。 正探以前偷偷被焦远他们带去焦爸办公室的时候,焦爸曾跟他说过一心。 当时一心正带着本科生做实验,跟另外几个研究生端着样品,往公共实验室那边走。 焦爸站在窗口指着告诉正探的。 既然确认了面前这人的身份,正探也就没再多管。 能够进来,肯定是得到了焦爸的首肯。 能够得到焦爸首肯的,肯定是值得信任的。 正探从阁栅门上跳下来直奔沙发。 为了方便睡觉,堆在沙发上的灵石,全被一心放到旁边的椅子上了。 正探看着挪威的灵石,数了数,没少,顿时心里满意了些。 一心还站在原地发愣。 他虽然已经从门口的那一幕回过神来,但又被椅子那边的情形震住了。 昨天给焦老板打电话的时候,焦老板还告诉他别吃沙发上的零食,想吃的话就去吃冰箱第二格存放的那些。 但是原本放沙发上的那些一个都别吃。 打电话时一心不明白。 但是现在,他明白了。 刚才那只猫盯着椅子上的零食点着下巴,那其实是在数数清点吧。 正探没理会发愣的一心。 他现在很饿。 咬开布丁上的塑料包装,吃了起来。 一心看着趴沙发上抱着布丁吃着的黑猫,面上抽了抽,然后挪脚来到卧室,给焦老板打电话。 正探支着耳朵听卧房那边打电话的动静。 一心拿着电话,嗷嗷了两声,然后开了免提。 电话里传来焦爸的声音。 黑探,应一声。 正探仰头。 哇嗷。 一心无语,叫声有那么点特别? 听起来精神还不错。 焦爸道,然后让一心关掉免提,还有一些话要嘱咐一心。 一心握着电话恭敬的音声,但是面上的表情却很无奈。 完毕后挂上电话,来到厨房烧水,将盆架上一个白色的塑料盆拖出来,洗了洗。 以前一心在读研之前听人说过,选导师最好是选那种孩子足够大,家里没宠物的。 省得到时候要帮着带孩子照料宠物。 那时候一心以为大家只是说着玩的,没想到,现在真轮到自己了,孩子倒是不用带。 可这宠物…… 一边调着水温,一心一边想着。 以后不会经常被打发过来照料宠物吧? 等焦老板回来,一定要是…… 第八集 正探走进浴室的时候,看了看盆里的水。 抬手掌碰碰塑料盆外面试了试温度。 不烫不凉正好,真不愧是搞研究的,对温度的把握就是准。 正探又看看塑料盆旁边的专用沐浴露,和叠在矮凳上的毛巾,还有搁在那里的电吹风。 满意地跳进塑料盆里面,就着水扒拉扒拉头上的毛,然后将下巴搁在盆盐上,瞇着眼睛开始泡澡。 站在门口的一心,心里的腕皮羊妥妥,已经奔腾了一百遍啊,一百遍。 他以前见过养猫的亲戚给猫洗澡时,被挠得双手血淋淋,就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瞇着眼睛享受泡澡的猫。 不愧是焦老板家的猫。 正探觉得水温有些凉了的时候,准备起身去擦毛。 结果一扭头,发现水面上一个芝麻粒大小的虫子挑着,腿还在动弹。 白色的塑料盆衬脱下,这个小虫子相当醒目。 门口的一心计算着时间,用不着温度计,他也能估算出现在盆里的水温。 还奇怪着为什么里面那只猫还不出来。 探头看了一眼,正瞧见那只黑猫成金刚怒目式盯着塑料洗澡盆。 这又是咋了? 一心回想了一下焦老板的话,觉得没有遗漏。 但还是不放心,小心翼翼挪着步子过去。 很快,一心的视线就落在那个水面上的虫子上。 作为挑细菌菌落挑的一把好手的一心,一个小虫子自然逃不开他的眼。 尼玛! 跳扫! 有跳扫怎么办? 弄死! 然后呢? 不知道。 一心琢磨不定。 跑到卧房给焦老板拨了个电话过去。 五分钟之后,一心来到一个柜子前。 打开柜门。 里面放着一些家用化学物品。 有两瓶沙虫剂。 一瓶比较有名的除虫菊子类沙虫剂。 另一瓶没有名字。 一心要找的,就是这个没名字的。 这估计就是前些时候,生科和化工院合作的一个沙虫剂项目研究的成果之一了。 现阶段只有一些内部人士拥有使用权。 一心按照老板说,在屋内几个地方喷了一些。 至于正探那边,换水又重新泡上了。 最烦的就是长跳扫。 家属区周围的草丛里也会有跳扫。 但是这段时间,正探经常在那边玩也没惹上过。 没想到这次出远门还真惹了一身。 肯定是郊区那边厚厚的草丛里面的。 水里的跳扫,正探没找到一只,就直接用爪子抹杀。 就算那些疑似已经淹死的,正探也不放过。 这样,正探反复泡了两个小时才出来,在毛巾上滚了滚。 一心拿着吹风机帮忙吹毛。 黑探,焦老师说,那个杀虫机快没了。 让你……自己去找人要,顺便去弄点药图上。 一心不知道为什么焦老板会这么说,只让他到时候跟着猫就行了。 一心心里给自己拘了一把泪,伺候宠物比写论文还费神。 身上的毛巾本吹干之后,正探抖抖毛。 走到门前,回头看了看一心。 一心想起焦老板的话,赶忙放下手上的吹风机跟上,戴上钥匙,打开门。 正探在前面带路,一心跟在后面。 一心心里充满了怀疑,但是对着一只猫,显然问出来也是白问。 憋在心里同样难受。 正探下了两层楼,在三楼的一户人家门前挺住。 这里吗? 我问问。 做完心里建设的一心话还没说完,正探就跳起身。 一个排球扣纱室,拍在这户人家的格栅防盗门上。 砰! 一心头发都差点竖起来。 虽然他不知道这里究竟住着谁,但也清楚东家属区住着的大部分都是老子里,他可得罪不起。 一心脑子里出现一排名单,现在一心只希望这里面的人千万别是这些人里面的任何一个。 正探可不管一心现在在提心吊胆的想些什么,他接连又拍了两次,一次比一次大声。 拍完第三次,里面终于有人应了。 来了来了,还敲三下,当我是笼子吗? 听声音是个老头,貌似……这声音还有些熟。 一心紧张了。 里面的门打开,格栅门的门锁也被推开,露出一张绷着的老脸。 见到这人,一心感觉心里拔凉拔凉的。 ……蓝……蓝……蓝教授……看着面前这个严肃着一张脸的老人。 一心有种转身就跑得冲动。 可惜正探压根没理会一心,抬脚就走了进去。 他才不怕这个老头,这老头欠他人情。 屋内布置得很朴素,地板上还带着水渍。 ……正探虽然刚洗过澡,吹过毛,但脚上的毛其实并没有完全干。 下楼沾上了些灰。 此刻在地板上踩出一个个带泥的脚掌印。 ……小王八蛋,我刚拖的地……蓝教授骂道……正探扯扯耳朵,没理会,竟只走了进去。 蓝教授瞪着那个大摇大摆走进去的背影,又看看地板上的毛脚印。 扭头对一心道……你待会儿把地板擦了…… ……一心哑然…… ……麻痹得最讨厌的宠物了,特别是猫…… 一心战战兢兢说明了来意。 蓝教授一听说正探身上长跳扫,就吃了一声……活该。 不过,说归说,蓝教授还是去给正探拿药了。 正探跟着进房间。 至于一心,拿着拖把在客厅拖地。 蓝教授是楚华大学生命科学院的退休员工。 虽然已经退休不再任教了,但在生科院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而且,即便不再任教,一些公司都高薪聘请蓝老头去做指导。 蓝老头和很多公司有合作关系。 所以,别看蓝老头这家里装饰朴素简单,人家身价可不非。 蓝教授一向绷着一张脸,给人的印象脾气不怎么好,太严肃。 蓝教授时不时会去生科院转悠。 职务学课程的实践指导师,老头就在旁边督阵。 一些年轻老师说话都有点底气不足。 至于那些学生就更别说了。 大气不敢出。 也难怪一心在看到蓝老头的时候结巴。 他是从本校生上来的。 当年职务学课程的经历回想起来,印象还深着呢。 所以一心挺好奇,蓝老头不是那种会看人脸色的人。 就算是现任生科院院长在这里,蓝老头也不一定给面子。 也就是说,肯定不是焦老板的原因了。 但是,为什么蓝老头对老板家的那只猫那么能忍呢? 能够让蓝老头这样对待,其实只是正探偶然间做的一件事情。 一个多月前,正探下楼遛弯的时候,碰到蓝老头的夫人翟老太太。 老太太心脏不太好。 当时老太太帮其他动一位老太太搬了点重物。 回来上楼梯的时候,突然有点发病的迹象。 而那时候,正是上班上课的时间,蓝老头又出差。 老太太,老太太掏出药瓶的时候手一抖,药瓶顺着楼梯往下滚。 老太太当时的状态挪一步都艰难。 最后,还是正探跑下楼,叼回药瓶给老太太的。 老太太及时吃了药,很快缓了过来。 自那之后,宅老太太每次看到正探都笑呵呵的。 今天要是宅老太太在家,蓝老头肯定不敢骂正探一句。 对外老头脾气挺大,但对内,老头只有被老太太骂的份。 当然,有外人在的时候,老太太还是挺给老头面子的。 所以正探仗着由老太太撑腰,一点都不怕蓝老头那张紧绷的老脸。 蓝老头拿出两个瓶子,一瓶是液体,另一瓶装的粉末装药物。 液体的药是给正探泡澡用的,能避免出去玩的时候惹上跳扫。 之前正探用过,后来用完之后嫌麻烦,也一直没来找蓝老头药。 至于那瓶粉末状药物,是撒身上的。 这些东西外面都没得卖,全是老头自己配置的。 纯天然安全有保障,就算猫舔进嘴巴里也没什么事。 不过正探从来不自己舔毛,就更不用担心了。 老头倒出点药粉在手心,然后往正探毛上抹。 正探扭头看了看背上翘起来乱糟糟的毛,耸着眼皮看向老头。 老头也不吭声,抹上药物之后,才慢悠悠盖上瓶盖。 慢悠悠放回瓶子,再慢悠悠给正探将腻起来的毛给顺回去。 顺好之后,还砰砰拍了两下,差点将正探给拍趴下。 这点药要是卖出去,都能买一屋子猫了。 你说你占这么大便宜,什么时候去小花圃那边,帮帮我的忙呢? 男老头也没指望面前这只猫能听懂。 他就是发发牢骚,顺便往正探身上多拍几下报复而已。 正探扯了车耳朵,抖抖毛,也不理会在那里自言自语的老头。 走出房间,准备回去。 外民一心已经拖完地,挨着沙发边上僵硬地坐着,傻子也能看出他的紧张。 懒老头将两瓶药递给一心,又回房间拿来一个棕色的小玻璃瓶。 那两瓶是给猫用的,使用方法不用我说,你去问你导师就行了。 这个棕色瓶里面是杀虫剂,十倍浓缩,用的时候自己稀释。 说完,懒老头直接拉开大门,示意一人一猫出去。 那个……谢谢您,给您添麻烦了。 一心硬着头皮倒完屑,抱着手里的瓶子,跟在正探身后出门。 等回到五楼交甲,一心才长舒了一口气。 而正探现在也安心很多,解决了跳扫问题,他觉得浑身舒坦。 闲着没事儿,撕开一袋烤一片吃了起来。 不过,还没等着一人一猫过多舒坦,门响了。 听着拍门的频率和门口的动静,正探已经猜出了来客身份。 仰头望天花板,还让不让人清静了? 一心并不知道门外到底是谁,直到他开门。 门口是三个小男孩,跟郊远差不多大。 都在楚华大学附属小学读六年级。 都是家属大院里的。 几个人经常一起玩,正探认识他们,但一心不认识。 没等一心询问,一个小朋友就出声道:"你是谁?" 问的那叫一个义正言辞。 其中一个长得比较壮实的小孩,还从书包里摸出了一根带着老鼠牙印的小感念杖。 浑身戒备。 看着三个明显带着警惕和怀疑目光的小孩。 一心面上为了显示亲和而特意扯出来的笑僵了僵。 花了五分钟解释了一下自己的身份。 甚至掏出研究生证验名正身。 三个小屁孩挤在一起,看了看研究生证上面的照片。 再瞧瞧一心。 照片上的人是你哥吧? 明显比你沧桑啊。 拿着擀面杖的孩子说道,说完还顿了顿。 突然欣喜道:"我居然会用沧桑这个词。 希望你下次写作文记得用上。 说不定能得九十分以上。 另一小孩说着,将一心的研究生证还回。 三人走进客厅,看了看安然趴在沙发上的证探。 这次才真的放下心来。 猫眉异常,证明那个叫一心的真的是熟人。 于是挨个在沙发上坐下。 一心看了看已经没有空位的沙发,从饭桌那儿搬了个凳子过来。 坐在沙发上的三个小男孩,齐齐看向准备坐下的一心。 看得一心莫名其妙,好像自己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似的。 正探看着这一幕,常呼出一口气。 跳下沙发,来到冰箱前面,跳起拉开冰箱。 哦……还是黑炭懂事。 带客知道啊,这位现役的大哥,连一只猫都懂着道理。 被批斗得一心无语。 麻痹,这要是我家我也懂。 但问题是这里是焦老板家,一袋零食老子都吃得小心翼翼,老子也是客。 最壮的那小子动作最快,一串就到了冰箱那儿,熟络的在那里翻动。 熊熊,我要芒果味儿的,上次我看到胶原藏在最里面,你翻一下。 我要苹果味儿。 一心面上抽了抽,这是鬼子进村吗? 熊熊用他那小肥手在里面翻了两下,抽了三根棒棒冰出来。 看着坐在沙发上啃棒棒冰的三个孩子,一心问道…… 三位小朋友过来这是……我爷爷说这里有人,我们看胶原已经几天没去学校了,就过来问问。 则怪一心不懂待客之道的那小孩说道…… 呃……你爷爷是……我爷爷是蓝铁素。 一心哑然,笑容有些维持不住了。 蓝铁素是蓝老头的名字。 这三个小孩儿,一个是蓝老头的孙子蓝天竹,一个是化学院那边一个老师的孩子叫苏安。 最后那个壮实的叫熊熊,详细身份正叹不知道,只听说他家有点背景,跟校长挺熟的。 一心知道自家老板有事情去外省,具体并不知道是什么。 所以解释的时候,只说娇家有点事情,要离开一星期。 ……这样啊…… 熊熊对于一心的解释不太满意,但又好不容易来一次。 而且她妈最近不准她吃太凉的。 要是这样出去被抓住,肯定又有IP。 吃完棒棒冰再走也不错。 想了想,熊熊问一心。 ……你是生科院的吧? 我有个疑问。 一心正襟危坐。 请讲。 ……我听说,早饭不吃,身体就会吃屎。 是不是真的? 趴在沙发上闭言假媚,但竖着耳朵听得正叹愣住了。 苏安和蓝天竹也好奇地看向一心,等着回答。 一心面上的笑容有些崩,不过还是将这个问题学术化了一下。 想了想说道…… 前阁来讲,不算正确。 食物进入小肠后,营养物质会被消化吸收。 剩余的残渣进入大肠。 随后以大小变形时陆续排出体外。 但是大肠并不像小肠。 它没有啥吸收功能。 只能吸收少量的水分和无稽盐等。 所以即使你没有吃早餐,大肠中的那些残渣余孽也不会再被你吸收。 因此…… 由此证明,你说的这个观点并不正确。 …… 我就说我妈又胡我。 熊熊气愤道。 …… 你可以跟你妈辩论。 蓝天竹出声。 …… 不行,会被罚跪搓衣板的。 熊熊丧气。 …… 跪搓衣板有什么? 我前两天还跪过键盘呢,不跪掉那个空格键不准起来。 一旁啃着棒棒冰的苏安说道。 …… 为什么? …… 为了验证王水是不是真的能溶解金子,我把我妈那个金叶子还扔进去溶了。 正叹一心哑然,这败家孩子…… …… 为了这事儿,我爸不准我再进他的实验室。 我妈扣了我一个月的零花钱。 …… 苏安横横道。 …… …… …… 蓝天竹抹了抹嘴巴。 …… 提拔孩子是犯法的吧,你们可以拨打110。 …… 没用,我打过。 熊熊愤愤道。 …… 打完后,我妈换了个更大的脱衣板过来让我跪。 …… 正叹一心愣住了。 …… 他奶奶的…… 小孩子没人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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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